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 对于媒体报道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昨天出席研讨会 谈到民航局战不核准春节加班及仪式 这只是在向中国喊话 尽快就航路争议进行协商 邱锤正今天表示 政府是很严肃处理两家公司问题 也是向对岸政府喊话 希望紧速改正并协商 媒体用只是喊话而已 是过度甚至恶意解读 邱锤正强调 非安攸关所有乘客生命财产安全 人命关天 生命无价 非安没有模糊空间 陆方未经协商启动新航路 引起高度非安疑虑风险 又拒绝与我协商解决 才是问题的本质 政府为利促陆方严肃看待 才暂缓春节加班机 当物质及时透过两岸非安协商解决 邱锤正指出 陆方口口声声重视台商权益 并动员部分台商团体 对政府占款加班机施压 试问没有非安何来重视台商权益 非安应是往返两岸台商 最应重视的基本权益 邱锤正呼吁各方在中国大陆不愿协商前 勿使用安全尚有严重疑虑的航路 国人也需了解面对中共不愿负责逃避协商的做法 一旦出现意外风险 中国大陆必须承担任何影响民众安全的严重后果